这个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不乎分 我就又觉得 她真的是没良心 我要想问问她 到底是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王先生46岁 来自重庆司机 有请王先生 有请 余女士48岁 来自重庆无业 有请余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是要复婚是吧 对 结婚多少年 结婚24年了 离婚多少年 离婚有两年 离婚有两年 谁提的离婚呢 是我提出来的离婚 现在您又要复婚 是这意思吗 对 您想复婚吗 不想复婚 不想复婚 那你来这儿是 再来调节一下 她问问吧 24年 离婚两年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 女儿24了 儿子20岁了 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 就是我一个女的吧 什么女的 她的暗恋 没有这事实的说法 啥意思 那你来给解释解释 只是我们有那个 微信上的那个聊天 她那时候 我跟她有什么来吧 您在微信里 有一个异性朋友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被您给发现了 对 那朋友认识多久啊 应该是在神圳那边 打工认识了吧 一个场地 20多年了 20多年前的一个朋友 还在我结婚之前 前女友 对我可以这样说 但是对她不是的 这次听明白了 妻子发现了丈夫 在结婚前 20多年前的一个暗恋对象 她还跟她保持着联系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一直在保持联系 这是最近这两年 不到她那个消息了 才有了她的消息 对对对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家里嘛 我家里嘛 一直都有那个女的照片 就那个时候嘛 应该是跟她们一起进场嘛 那个时候拍了照片嘛 我就一直以为是她的朋友 我是最后听她自己讲的死法啊 这个 跟她分手的时候 把她那个老家那个弟子给了她 两年前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 她就开车去找了她们 就这样跟她们用联系上了 刚刚开始我还不知道 我还以为真的是她的朋友 她都把她的微信加起来 本来我们两个都是朋友 什么东西是怎么有的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讲呢 你讲的话讲不明白 是不是 行 行 行 听明白了 两年前女士发现 自己的先生跟二十多年前 暗恋的一个女孩子 再一次地取得了联系 于是故事开始了 是这么个意思吧 是 当您发现她 一直跟那个女的联系之后 您做了一些什么呢 就马上提出离婚吗 没有 我刚刚开始 我没有出身 装作不知道 那个时候就想到 小孩子还在读书吧 我就说看她的表现 她不来往呢 我就不提出来跟她离婚 本来就不来往 聊个微信有什么来往 那为什么你每次跟她聊天 每次都背着我聊天呢 你跟她两个聊天 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眼呢 我就有那么不讲道理吗 这是为了不让你误会 谁才不知道你知道 如果让你知道 还要误会了 我也说也说不清楚了 你们都聊些什么 都聊些家丑 聊得密切吗 不这么密切 都是随便聊一下 然后这个信息您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然后您做了什么呢 她就给我大吵大吵的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这我承认不到的 就是我跟她那个女的 有什么不清不白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不让你知道 是为了我们家的平静 知道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 行 然后呢 就是您就生活在 痛苦的怀疑当中 是吧 是啊 就我知道这个事情过后 我的心真的没有平静过 就想到这个家庭 肯定要出问题 然后呢 我就毕竟想到我们 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吧 反正能忍着就忍一下 你忍了吗 你忍了没有吗 我没有忍吗 我还怎么跟你说 叫你不要跟她联系 你当着我的面 把她微信拴了 没有过多久 你又把她加起来 你为什么 但是加起来 我身体有其他的事情 那你就给我讲清楚 那你为什么当时 不给我讲呢 你知道这个 那我知道你们两个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 二十几年前的朋友 你现在本来 就是那个阴性朋友 你现在如果说 无缘无来 把她说清楚 就说不清楚了 你刚才好像 越描越黑了 是不是 这个都不算好一点 然后呢 然后她就开始跟我吵 这么一点小事 她搞这个很大的事情 那她在那个阶段 有没有类似于说 管您的钱啊 管您的出行啊 就类似于这种有吗 最后那个钱 加了那个卡 全部给她 不管是接了先进 也是她在管 包括我去跑车的时候 不管是用了那个微信吧 就是用了她的二位嘛 就财务是在她手里 对对 扫二位嘛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收的钱 收的钱 我都不知道 搞得我很恼火 管您的钱 出门管嘛 基本上我要走哪里 她要问清楚 你要去哪里 跟什么人 那个在一起 她是跑弟弟的嘛 有一天她那个手机忘了嘛 起床我就看到她手机 看到那个女的 又把她夹起了 还叫了一声 什么亲爱的 当时我都真的很急 所以她都回来拿了 她看到我在看她手机 现在说亲 其实很正常 所以道理是亲还是亲爱 亲 亲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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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事没事啊 本来没事 本来没事就现在有事咯 我就是害怕 你别害怕 你这两年有没有新的感情啊 没有 那跟那个二十多年前 嗯 直到整个肥后 走到盘子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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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盘子立体 走到盘子立体 走到盘子立体 回到盘子立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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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觉得你更爱那个女人多一些 你对我只是感情 这是你人心里最害怕的 如果一旦出现这样一个人 尤其还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的时候 那就完蛋了 他所有的精神支付和支撑就没有了 你原来你真正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直在辩认一直在辩解我们俩没事 我们俩没事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是没事 他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我跟这个女人相比较 谁更重要 但这也是你最傻的地方 一个二十多年都没见的女人 他就算再爱能爱到哪儿去呀 他给她洗过衣服吗 给她做过一顿饭吗 为她生过孩子吗 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 谁对她好 谁为她付出 她非常清楚 她怀念的只不过是那段年轻的岁月 而不是那个人 真真实实跟她过了二十多年的是你呀 我就当作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啊 现在就看她能不能想清楚这个劲儿了 所以我刚才会替你付件那些话给她 祝你们幸福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曲总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复婚幸福 还是现在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奇怪了 你为这事都闹到离婚了 你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 没有 一个二十年前的人 你把他重新翻出来 然后引起了妻子的种种猜忌 影响了你们的家庭和谐 最后甚至一指诉状离婚了 现在你自由了 你反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咋都不联系 其实来讲出走内心的时候 我们两个离婚了 其实我也非常后悔的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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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们不要再复婚 至少现在不能再复婚 复婚未必对你好 你不要以为你复婚了之后 你们俩能够回到从前 经历了这么一次大的事件之后 你们俩之间已经很难再回到 在复婚之前就开始谈条件 所以我觉得你没多么短短 我就不要复婚 现在不要复婚 复婚未必对你好 再多了解了解吧 多想清楚一点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我没有办法去说离婚到底是因为情绪管理不好 还是因为先生就真的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这都是过去 没有办法推论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 有人愿意重新回归到这段婚姻 有人在这个门口 欲惧还留 我们所说的表面的情况 其实非常简单 注意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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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都觉得 这像一场 这个荒唐的闹剧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它就上演了 那我们用 很理性的角度 来推论和推定的话 确实是 二十多年的婚姻 出现了问题 要不然不可能 因为几个简单的微信 或者二十多年前 暗恋一个对象的出现 而导致一段婚姻 产生破裂 这就是生活嘛 来看看这对曾经的夫妻 做怎样的选择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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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儿子的态度也是明晰的 他要钥匙并不是说要住到你们家里 他的理由是帮你来打扫卫生 整理家务 这样的一种给 对你自己也是一种触动和触境 为什么家你要搞得很乱呢 如果有了婆婆这样的读书 有了这一把钥匙 可能打开的 就是你对家庭的这样的一种责任 甚至把家庭整理得更加完美的 这样的一种载体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一味诗冠名播出的 一味诗纯积水 纯净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应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味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一味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瘋祸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